哈囉大家好我是米六 你是不是因為沒有外出上健身房 在家裡運動就穿的拉莉邋遢的 不要這樣子 穿的很正運動 不僅自己看的心情超好的 輪推的時候也可以多推兩下 所以今天就要來推薦 五款最顯瘦的Legging 現在在開始推薦今天的五款超顯瘦運動褲之前 我先分享一下 怎麼樣的Legging穿起來容易顯胖 如果你對自己的身材沒有很有自信的話 一定要避開 這種設計的Legging 腰帶是一條鬆緊帶 而且是非常緊很強力的那種鬆緊帶 這種腰頭的設計 即使你很瘦沒有什麼墜肉 它都可以非常盡力的 把你最後那一丁點保密的脂肪 擠出來 然後浮在這一圈鬆緊帶的上方 那一般Legging最常見的腰頭設計 是像這樣子 它是用雙層布 它裡面完全沒有鬆緊帶的這樣子的腰頭 或者是如果它是縫增織布料的話 它就是會用織法做成像這樣 螺紋一段寬寬的 帶有鬆緊效果的腰頭 這兩種設計的腰頭啊 比起剛剛說的那種鬆緊帶的腰帶 都是比較OK的設計喔 另外啊其實很多人都很害怕穿淺色的Legging 覺得一定很顯胖 但是淺色的Legging不見得這麼罪惡都一定很顯胖 我穿過這麼多Legging之後發現 褲子顯不顯胖其實主要的原因來自於Legging的材質跟彈性 它夠不夠貼合你的身體 如果它的材質跟彈性 穿起來就有點浮浮的 沒有這麼貼合身體的話 那不要說是淺色 連深色都會看起來顯胖 好那今天的第五名推薦最顯瘦Legging就是 Gym Sharp Adapt Animal系列 說實在最近Gym Sharp的設計沒有讓我很驚豔 但是它的幾個經典系列還是在我心中佔有一席之地 像Adapt Animal就是我很常穿也很喜歡的系列 然後這個系列呢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屁股後面的這個小皺皺的設計 它可以把你的屁屁亮的肉肉 很用力的把它分開 所以看起來就會更Juicy 更有分量 然後它的材質是無縫整脂系列 整體上穿起來很有包覆感 尤其是腰帶這一款 讓你的小腹腹可以被壓得很好 然後腰這邊也可以收得很細 然後它一定 因為它就是動物紋的系列嘛 所以它一定會有不一樣的動物紋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不是很喜歡動物紋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動物紋路 穿起來很有獨特性 就是不會太高調 但是又很特別的感覺 Adapt Animal系列呢 因為它是帶有點厚度的無縫生紙布料 所以記得嘛我們說 怎麼樣的褲子比較不容易會有落脖子 帶有點厚度的褲子 穿起來就比較不容易有落脖子 這一件就完全沒有落脖子的問題 它的長度也非常的剛好 短腿足有160 短腿版的160公分 穿起來剛剛好就落在腳踝的位置 不會太長還需要折很麻煩 這件的缺點啊 就是它的這一段皺皺屁股設計 因為它做的比較短 所以它沒有做眼睛 它是做固定式的 完全日常的 所以這樣子的話 其實它產生的拉力會稍微大一點 所以你在做真的很低的深蹲的時候 這個腰帶的部分會有點被它往下拉 接下來第四尼 也是一款皺皺屁股設計的來源 那就是 Alfali的Amplified 這一款的褲子啊 如果你是喜歡鮮豚效果的人 必買 一定要買 它最大的設計就是 這一條皺皺屁股的設計 它比剛才我們第五年介紹的那個 Animal 系列 它的這一條皺皺屁股長很多 但是它不會讓你看到 它非常的隱形 就是會真的陷進去你的屁股 屁股縫裡面 把你的屁股很自然 塑造成一個你自然屁股就是很翹 然後屁股肉肉自然分開了一個完美的根性 再來它還有另外一個特點 我非常喜歡的就是 它的材質啊 是我覺得少數無縫真摯不要可以做到這麼輕薄的 就是無縫真摯不要通常都帶有點厚 平常是肌的 但是它做到非常的輕薄 而且彈性無敵好 穿起來就可以很貼合身體 而且這麼輕薄的材質啊 讓我覺得穿起來 你要調整布料的位置 就是你可能要想把這邊布料拉過來 調整都非常的容易 它的腰頭設計 是目前我還沒有看過其他品牌 做到這樣的腰頭設計 它是做三層壓力的腰帶設計 它是從下層中層上層都做不一樣的壓力 越靠近腰最細的地方它的壓力越大 所以就會把你的腰收得非常的鮮氣 而且包覆得非常的舒服 還有一個我一定要講的 通常這樣子皺皺屁股的設計啊 如果你買比較便宜的這種設計的類型 穿過你就會知道 你一蹲你就會覺得 哇 那一條也太硬了吧 硬生生的卡進去你的屁股裡面 超級不舒服 而且也會把這個褲子的腰帶 用力的往下拉 但是奧巴利 Amplified 完全不會 這條皺皺屁股完全不卡 也不碰 奧巴利的 Amplified 類型 它真的貴貴的 它一件要抹只72塊 然後還要再加上運費啊 進口稅等等的 接下來就是很貴 貴 再來第三名是 Honor Active 這是一個英國的品牌 它是前軍校的品牌大使 Chris創立的一個牌子 然後這是他們家的經典系列 布料帶有點厚度 但是雖然它有厚度 彈性跟柔軟度一樣非常的好 我覺得它穿起來非常顯瘦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帶有點厚度 所以它整件褲子包覆的非常好 它的壓力感其實算是比較強的 所以穿起來會有整個都把你下身收緊的感覺 再加上它前側啊 有這一些就是修飾線的設計 在視覺上會覺得好像腰圍收窄了一點 奧巴利的這件褲子啊 雖然它屁股沒有皺皺的設計 但是我發現只要穿上它 然後運動一陣子之後 它跟你的身體切合得更好之後 它自然就會出現屁股風 就是屁股的形狀 依然是很juicy的狀況 通常我覺得一般布料比較厚的褲子 會容易有像穿尿布一個屁股的問題 但是這件卻沒有 然後因為它的材質比較厚啊 對於比較擔心穿那種薄的leggin 會看到橘皮的人也不用擔心它完全是橘皮友善 HONOR的這件褲子啊就是壓力強包覆好 不會有駱駝體橘皮友善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雖然它這樣的厚度跟彈性提供它非常修身的樣子 但是也因為它比較厚 所以如果你夏天穿它 是在一個沒有空澡的空間運動的話 它真的就會稍微比較熱一點 緊接著第二名 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品牌 Petula的Bear Leggin Bear系列啊 是我覺得如果你是第一次買他們家的褲子啊 它是非常好的入門款 因為我真的想不到 有怎麼樣偏好的人會不喜歡Bear Leggin 它有無敵柔軟摸起來超級舒服 真的穿上去就會讓我覺得它像是第二層肌膚一樣 非常貼純的身體 很輕薄很柔軟 第一次摸到它的材質的時候啊 你會很驚訝說 這個 這個真的是運動褲的材質嗎 因為它完全跟我們印象中那種 滑滑亮亮的運動材質是不一樣的 Bear Leggin啊它整個整進褲子完全沒有壓力感 所以它像是第二層肌膚一樣 它不像是前面我們介紹的幾款肌膚都帶有壓力感 它就是非常舒服 會讓你可以穿一整天 然後不管你是做瑜伽啊 或是跑步重訓都非常的適合 然後Bear系列因為它都是帶有一點花灰花灰的顏色 所以在漢字跟橘皮的話都不用擔心 完全看不出來 那它的缺點是因為它要做到讓你覺得觸感這麼舒服 它就是表面有多一些磨毛的處理 所以如果你用彈力帶啊一直重複摩擦的話 它就會有稍微像裸唇會掉小屑屑的狀況 所以它才第二層 好 今天的壓軸來了 那就是 HATULA的NEW TAYLOR 這件褲子我收到之後 我一週至少穿它三次 這樣就真的很值得當作第一名推薦給大家了吧 這件褲子啊 新版的TAYLOR 他首先他把腰帶改成高腰 這點非常可取 Leggings就是要高腰才是王道 再來呢 他還把前車線也去掉 所以大大降低了 有前車線比較容易產生落頭體的情況 再來是他的材質非常的舒服 他的觸感就是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就是感覺 就像是你在喝一杯熱熱的牛奶巧克力那樣的滋滑螺水 而且整件褲子它提供給你的壓力感 就是非常的剛好 不會太輕也不會太重 它可以提供你 讓你下半身修飾的很修長 但是又不會緊到你只要稍微多吃一個三明治 你就覺得 哇 是我變胖了嗎 被壓到很不舒服 所以你就是 一穿上你就會不想把它推下來 TAYLOR會是今天的第一名 因為他無與倫比的舒適性 還有非常恰到好處的壓力感之外 最後是因為他是素色的 所以他非常的實穿 非常的好大 所以他是第一名 好 那今天推薦五款超顯瘦Leggings 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你有超顯瘦的Leggings想要推薦給我 或是有想要看什麼品牌的開箱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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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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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熱情